分享一位师兄的哥哥,6月3号脑初写手术,医生手术前说手术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,即便成功也可能是植物人,事情发生后,家人发了大怨力,他儿子当时就为他许愿支持而复,度五千人,病好后现身说法救度众生,运用心灵法门,运用法门的三大法宝救他。 手术后整个身体一直在好转,6月5号那天睁开眼睛一两分钟,给大家增添了信心,6月9号医生找家人谈话说,这种病经济上就是无底洞,就是好了也可能是植物人,家人没有听医生的话,只要有愿力,他们相信菩萨会救他的。 在6月11号,药王菩萨圣诞那天组织了大放生,放生现场殊胜伐喜,菩萨妈妈两次撒甘露,师兄祈求时出现三道光加持大家,当天下午病人就醒过来了,就是意识完全没有恢复,就是意识还没有完全恢复。 现在放生大万,大约八万多条鱼,许愿三千多张小房子,目前烧送了一千多张,师兄们也纷纷住人住念,这种情况只有在佛友间体现,就像师父说的一样,每次师兄进重症监务室探望时,给他放师父的录音和面观心菩萨圣号时,他反应非常明显。 大家坚定了信心,也给大家一个启发,现在师兄用心灵法门的四大法宝白化佛法唤醒他的意识,每天坚持充分利用探视半小时时间,先放一段师父录音,念观心菩萨圣号,再给他读一篇白化佛法,每天都有很大的进步,其中一次在读诵期间十分钟内,摄压从将近一百六十降到正常,呼吸困难,一读白化佛法也就会慢慢平稳。 他现在是一天天好转,医生也感到很惊奇,非常发起,现在师兄们坚持用我们法门的四大法宝,希望能彻底唤醒他的意识到完全康复,感恩师父。 我告诉你,很多人,你给他读了白化佛法,他会掉眼泪的,他知道边上,你们大家都在助援他,人就会有信心,从现实上上来讲,只要大家都在救他,他就会有能量,你听得懂吗? 听得懂,众志成成,对啊,你看过去有地震的时候,埋在下面了,瓦礼下面,结果他上面虽然救不出他来,但是他真的下面就说,你们坚持啊,我们有几百个人在帮你挖呢,几百个人在帮你,在帮你,在帮救你呢,你放心好了,对不对啊? 对啊,祖国和人民,大家都看着你呢,每天希望你好好活着,他就会有信心,他就能活下来,这就是人的精神力量,战胜了你的肉体力量,听得懂吗? 听得懂,感恩师父,白化佛法的能量无穷的。